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有人说 神很圣洁 所以要跟神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这样说对不对呢 撒末尔吉上第五章 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上一章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利用约柜 把约柜抬上战场 想要得胜 结果有没有打胜仗 没有 约柜被掳而一例 跟两个儿子同日死亡 约柜被掳之后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菲利斯人把他放在 偶像大滚的庙中 好像大滚帮助菲利斯 打败了以色列 所以大滚比神耶华来得更厉害吗 我们看到隔天 大滚偶像倒在约柜的前面 哇人看这怎么得了 于是把偶像再立起来 再隔天 没有想到偶像之间 折断在约柜的面前 并且约柜所到的城市 好多人都生病 得到传染病 他们好害怕 于是想着忙着 赶快把约柜 送回以色列地 这一章我们看到 他们忙着说 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 送回原处 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重民 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 沉重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 这边看到约柜 所到的地方带来的是刑罚 带来的是死亡 难怪有人说上帝好圣洁 所以我们跟他保持距离 注意 谁会承受神的刑罚 是不认识神 不敬畏神的人 神通过刑罚来表达上帝是至高的神 相反的 对认识神敬畏神的人而言 神同在代表的是 神的安慰 医治跟平安 所以换句话说 神是圣洁的神没有错 但渴望圣洁的人 就会亲近圣洁的神 渴望污秽黑暗 做坏事的人 就会逃避神 所以神是真光 我们喜不喜欢光 关键在我们里头 是一个黑暗罪恶 继续要犯罪的人 还是我们渴望被改变 成为圣洁的人 是的 神很圣洁 而神也期待你我圣洁 神期待我们到他面前 认识他 敬畏他 把握机会 来走神的道路 而不是说 神你不要管我 让我可以继续做坏事 求神帮助我们的心 更可想神 知道神的至高 知道神的权柄 也更知道神的慈爱 来认识 得着神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您是圣洁的神 而每一个认识神的子民 求神把渴望圣洁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头 我们不是跟神保持距离 一侧安全 我们乃是更亲近神 让我们完全被神改变 成为圣洁 套主喜悦 谢谢主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